頭頸癌病友謝先生 2012年確診口腔癌第二期 開始接受手術 化療等數十次的反復治療 留下顏面與進食的後遺症 導致他無法再重視原本熱愛的遊覽車司機工作 更讓他失去親友與另一半 抗癌之路越走越孤獨 但他仍堅持著生活 且鼓勵病友不要放棄積極治療 抗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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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楊振傑醫師 除了後 復發整個日安如治療 若遇律師抗癌病房 就是本來復發都準備治癌病房的 因為遇到我們楊慕華醫師 有了再次的生計 謝謝楊醫師 我 楊醫師抗癌 很快 quá 但為甚麼 我男生跟女子何是 台生對身上 對身上來去 中醫 發力的時候 還會助殺 而且助殺這也不會怪 他剛剛過了症狀 都痊癒 體育又快 還好學會不完醫師 做了我 做了解育療法 把孩子幫幫忙 如果我做了解育療法 都痊癒 我剛剛搞不好的知育療法 所以謝謝你們 謝謝兩位醫生 真的因為他從發現癌症到治療過程 其實歷經了許多次 大家有看到六次的開刀 三十次的化療 然後許多次的放療 然後沒有想到在兩年前復發 那復發之後其實接受了免疫治療 頭頸癌是台灣中壯年男性的健康殺手 發生率死亡率排名都位居男性癌症前幾名 且致死率高 卻不像其他癌症一樣受到重視與關注 在世界抗頭頸癌日這天 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 與頭頸愛關華協會 期盼用病友的故事加上攝影展 喚起各界對這項疾病的重視 在男性是第三個長期 每年大概有一萬多例的頭頸癌病患 我想頭頸癌其實是一個比較通稱的名詞 其實它包括在我們口腔咽喉 整個上消化呼吸道的腫瘤 所以這個腫瘤因為它長的位置比較特別 都是在我們重要的功能 包括顏面的外觀 包括吞咽發生 所以當一個這個病友 它產生了這個癌症之後 它在治療的過程中 包括它整個腫瘤 以及相關的治療 都會讓我們這個顏面的損傷 咽喉機能的喪失 所以這一類的病患在治療完之後 常常都沒有辦法自己走出來 常常我們聽到很多患者治療之後 在家裡自閉了大概一年多 所以我想在整個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 癌友攝影展的這個記者會 然後能夠讓社會大眾了解 我們這些病很坎坷的心理固執 讓所有的民眾能夠協助他們走出來 那在社會上看到這一類的癌友 那我們給他多一些的鼓勵 能夠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 那另外我們也呼籲 其實這個頭頸癌的這個治病因子很明確 等一下我想對他的這個民主長 可以跟我們說明 煙酒冰藍是造成頭頸癌最重要的這個癌症的因素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民眾知道這個治癌因子 我們盡量要介乎這些小的習慣 讓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個癌症 如果你早期的發現早期的治療 通常都不會造成這個機能的喪失 顏面的這個變形 那另外我們也很感謝這個 我們這個國建設長官 最近有一些新的治療的方式 包括標靶治療 包括便宜治療 那都給我們在一些來有 能夠有更多選擇的這個機會 我們這個協會當初成立的想法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頭頸癌治療過程中 本身治療的過程已經是非常的辛苦 那經過這麼辛苦的治療以後 當他想要回到他的原來的工作崗位 或者甚至像謝長榮先生他剛才提到的家庭 也會面臨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本來是一個家庭的中間 是一個經濟的支柱 但是經過這樣的治療以後 顏面外觀非常重大的改變 唯一工作的崗位已經不再可能 那這時候他顧自己都顧不到了 那這個家庭要跟著他一起嗎 所以這件事情是在這些頭頸癌患者身上 一直不斷出現的一些問題 每個頭頸癌患者 有像謝長榮先生這樣的例子 其實是非常多 每一個都是一個心酸的故事 那在這個背後 我們這個協會就希望提供一些資源 這些資源包括 當然經濟上不是很容易 因為這個協會是一個公益的團體 需要靠社會大眾的支持 如果在經濟上不可能 我們想一想就說 那可不可以在飲食上 提供他一些 就是跟這個病友團體的互相的交流 然後提供他們心理的支持 那我們能夠 非常的希望能夠做到這一方面 但是相對的呢 我們會想到就是如果像 剛才謝先生所提到的 在這個治療的選擇上 能有更多的一些 在比較早期的時候的介入 我想這個當然是要政府 會副部長官 國健署長官 然後這個 一起來幫這些癌友來發聲 那因為他們是比較弱勢的團體 一般他們也真的不願意 站到眼光燈下面 在鏡頭下面 讓你看到他 來為他們自己來痊癒 所以你很少看到這些 躲起來的患者站在那裡 不要說去示威遊行 連站在這種記者會上面的 機會都非常的少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 藉著這個7月27號 感謝處理事長 然後有這個機會 把大家帶來這裡 然後把這個 他這個是一個攝影展 我們攝影有鏡頭 把這個鏡頭 帶到這些躲進來患者身上 看看他們 然後為他們發出一些聲音 也不會就是希望 為這些比較不願意 為自己講話的人 那他們其實是社會的 非常重要的螺絲 在每一個環節上面 那所以 為他們發一點聲音 讓我們能夠注意到 這群頭頸癌的患者 那也為他們的未來 會鼓勵他們 那他們每個人都在 他們自己人生的 跑道上面 正在跟這個 抗癌的路在活動 那我們也發現說 在頭頸癌的這個 患者當中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發生的年齡層 是相較是比較在七壯母的 他的年齡發生大概是在 差不多五十八到六十之間 那所以這個年齡層的一個發生 也對於在家庭的一個衝擊 個人的衝擊 其實都非常大 因為這也是在家庭裡面 覺得這個重要的一個支柱 那所以像國民健康署這邊 我們也一起在呼籲 就是說第一個是從他的這個 前端的預防開始 那預防最好的方法就是 從我們的拒絕煙冰酒開始 那國民健康署這邊也提供了 相關的這個戒煙跟戒病的一個服務 因為根據我們調查裡面 在口牆埋的病患來說 大概十個就有大概八個 那是有吸煙那七個是有繳冰囊 所以第一步是遠離這個危險因子 那第二個部分是從篩檢開始 那我們提供的是在政府部門 就是有這個煙跟冰習慣的這個民眾 30歲以上 那每兩年一次的口牆埋的篩檢服務 那近期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四來的篩檢 我們大概降低的這個兩成多 相較一百零八年的時候 那口腔癌的一個篩檢 更是在這個衝擊裡面更大 大概高達到三成 那所以我們就會鼓勵我們的 符合資格的這個民眾 那能夠接受我們的口腔癌聯盟篩檢 那定期篩檢的話 事實上從本土的研究 也會降低兩成六的這個死亡的一個風險 那剛剛就是底上也特別提到 那我想壓力上大家應該會提醒 就是說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化相較來講 它的效果真的也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說發現有這個 腿癌尿篩檢發現異常 那能夠進一步的做確診 那早期確診的話 其實治療效果相較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想今天的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希望看到曙光 如果發現有異常 不論是做篩檢還是說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發現 口腔或者是這個我們頭頸部 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有盡快能夠接受到這個醫療院所接受 進一步的一些診治 然後能夠早期發現我想 其實這個每一個生命都是非常重要 我們都期盼就是說 在這個個人的一個健康跟家庭的健康 都能夠大家一起能夠有一個幸福的一個未來 頭頸癌有新生生影展 在實地展演空間展出 從突溫與影片到出 並有抗癌的沉重與艱辛歷程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